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一期的视频呢 打算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个reddit上的一个发现 那么这个内容呢 很多英文的主播已经做过了 然后reddit上已经讨论了一两个星期了 那么这个主要是关于如何升级装备的时候 利用断网的一个技巧来节省隐蔽 那么这个方法呢 其实目前看来 90%的情况下是适用的 但是呢 它唯一的缺点是比较的浪费时间 要不断的关掉游戏 断网 然后重启游戏 这样的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究竟怎么样使用 如果有兴趣 希望节约隐蔽的伙伴呢 可以是这个方法来升级你的装备 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六星的这个鞋子 它是加13的 然后我们旁边有双五星的加12的鞋子 我们先来看这两双鞋子它升级的价格 这个六星的加13它升14的时候是26,700的一个银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五星的它的升级是17,700 那么节省了是9000的银币 每升一级 我们这个方法其实主要的一点是我们首先要预测这个装备它升到从13到14它需要多少下 然后能够升到 那么这个原理是基于reddit上有人发现这个服务器它需要把这个数据传送到服务器里 然后才会最终计算到这个结果在你的账户里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缺陷就是我们现在是联网的 我们现在把网断掉 但是我们的这个突袭呢 它依然还在可以点击之中 特别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点这个升一级 我们要注意要点这个升一级 千万不要点别的升16或者是12这样子的一个总的一个升级数 我们来计算一下它需要多少下 第一下 第二下 第三下 第四下 第五下 第六下 第七下 第八下 第九下 第十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那么这第十四下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这个卡住了 是因为它需要把这个成功的这个传给服务器传不上 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地方 这双十三加十四的鞋子 我们是在第十四下的时候 它会卡住也就升级成功 我们现在把游戏先退掉 然后把网给连上 我们把游戏退掉之后 然后开了我们的wifi 把网重新开了 然后再重新打开这个游戏 我们现在回到那个升级装备的界面 验证一下我们刚才的第十四下是否是成功的 是否是真的就第十四下 就是我们升级成功的那一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千万不要点左边的单独升级那个键 那个键据说是会重置你的这个升级的这个次数 因为你升级装备的次数是一个随机数 如果你点左边那个单独一级升级的话 会中断这个随机数 然后会重新给你一个随机数 这样你就不知道究竟是多少第几下我们能够获得这个 我们重新打开了这个网络 然后重新开了游戏之后 我们再回来验证一下这双加13的鞋子 究竟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第十四下它升级成功 然后这里边我们需要注意左边这个单独升级是千万不能点的 因为这个据说会中断它的一个随机数 所以右边的这个我们刚才记的十四下可能就会不算数了 它会重新给一个随机的一个数值 所以我们现在来一起来点这个升级级 现在我们是有网的一个状态下 第一下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看我们第十四下是恰好成功了 这样我们就能预先知道我们这个装备需要多少下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步 知道这个其实并没有为我们解约多少的一个银币的成本 只是让我们心里有个数 那么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接下来说第二个步骤 我们同样是现在以这个加十四的鞋子 它升十五 我们试一下它需要多少的一个呃次数 我们先把网同样的设断掉 然后我们来点一下 两下 三下 四下 五下 六下 第六下它就停住了 说明第六下它就会升到十五这一个加十五的鞋子 我们接下来也同样的关掉游戏 打开网络重新看游戏看一下 好了我们现在重新进入这个游戏 我们来解释一下刚才那样的断网计算 它的次数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鞋子 我们看这个加十四升加十五的鞋子 每一下是29700银币每一级它需要的银币数 我们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个五星的这个十二到十三的鞋子 它是17700 也就是说它少了12000的银币每一下 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银币差来做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取巧的一个做法 我们来点五星的这个 我们记得刚才我们是第六下升级 所以五星的这个鞋子它花的钱少 我们让它升五下 然后第六下我们再回到六星的鞋子来点 我们看一下是否能够成功 一二三四五 好了我们及时点取消 那么第六下我们现在留到我们需要升的这个六星的这个加十四升十五的鞋子 第六下我们直接就升成功了 这样我们就能节约非常多的银币 因为毕竟五星的鞋子会比六星的鞋子要省很多很多的钱 这样在大量的升级装备的时候 我们就能节约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银币 如果你是在做活动五六千分的一个升级装备的积分 可能累积下来你会节约上百万的一个银币 这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只要你不害怕时间浪费时间在这个不断的切换打开游戏关闭游戏 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节省银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是适用于五星和六星 那么四星的话是没办法和六星进行一个完美的匹配的 如果你用四星来垫刚才的那个前五下 然后再来试这个六星的话 很有可能四星的就直接升级成功 把那一下给用掉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用五星的来节省六星升的那部分钱 其实已经数量是非常可观的 同时这样的方法还能让我们了解 究竟需要多少下 大概我们的银币是否还足够来进行这样一个升级 好了这就这一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升级装备的一个小诀窍 那么这个方法呢也是群里的一个小伙伴告诉我 reddit上已经有人在进行一个研究 然后我也看了他们的一些帖子 也非常感谢群里这个小伙伴能够提供这个 他自己看了这些帖子以及相应的视频后总结出来的经验 然后希望这个小诀窍能帮助 呃银币比较缺的玩家来进行有效的一个解约升级装备的一个效果 那么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的视频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建议 欢迎在下边留言 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支持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